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内容等住大家 首先德国总理奥拉夫·孝尔茨 呼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来解决乌克兰的冲突 提醒习近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威胁到全球安全 并强调不应威胁使用核武器 接住我们探讨了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和敌意 是如何根植于其身份危机以及对抗敌人的需求 这种情绪如何推动了对中国威胁的理论 最后我们会看到华为如何通过与汽车制造商的合作 将其自动驾驶技术扩展到更广泛的电动车范围 以应对小米等竞争对手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德国总理奥拉夫·孝尔茨·欧马·Fiozo 对中国的立场发出了明确的呼吁 希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够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来解决乌克兰的冲突问题 德布纳套到绍尔茨警告称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威胁到了全球的安全 并强调应避免使用核武器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拒绝批评这次入侵 并为俄罗斯提供了经济上的生命线 帮助其应对制裁 美国则指责中国通过增加设备销售 现阶的支持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努力 尽管政治和贸易紧张 中国仍然是德国的顶级贸易伙伴 另一方面 杰普玛中的一篇观点文章探讨了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和敌意 认为这源于其身份危机 以及需要一个敌人来定己的需求 文章认为 美国的例外主义和作为自由世界捍卫者的信念 需要一个可以对抗的敌人 中国以其拒绝西方治理模式和经济成功的方式 挑战了这一意识形态 成为了美国重新确认其例外主义感的完美候选 为了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接触 美国必须拒绝这种心态 从文化沙文主义进化到文化谦虚 在这个背景下 CNN报道了一个积极的发展 美国国防部长 老埃德·奥斯汀·罗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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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房顾长部长董军进行了通话 这是奥斯汀自2022年11月以来首次与中方国防部长的对话 在这次电话会议中 奥斯汀和董军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 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 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和北韩的挑衅行为等最近事件 奥斯汀还重申了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并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这次两位国防部长的通话是基于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会晤的结果 反映了中国重新建立与美国沟通渠道的承诺 美国官员指出中国对菲律宾的海上领域展示了更多的胁迫行为 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和操作 这些发展显示了在全球政治舞台上 各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寻求沟通和合作的途径 以应对共同的挑战和紧张局势 从德国向中国发出的警告 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防务对话 再到对美国例外主义观念的反思 这些事件都反映了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以及寻找共同利益和维护全球稳定的重要性 在科技和政策的快速变化中 各国和企业都在寻找新的机遇和解决方案 从华为扩大其电动车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范围 到中国放宽对德国农产品的进口控制 再到巴伐利亚州政府 禁止在公共节日和啤酒花园吸食大麻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全球市场 还影响着日常生活 据日经亚洲报道 华为正在通过与汽车制造上的合作 将其自动驾驶技术扩展到更多电动车型 以应对小米等竞争对手的挑战 华为的自动驾驶系统将首次应用于国有企业 奇瑞汽车旗下品牌Luxy的SC轿车最低价版本上 这一系统能够自动转向 刹车变道 避障 根据驾驶条件减速 以及自动停车 而更高级的版本将允许在地方道路上自动驾驶 并将安装在更昂贵的车型上 华为视电动车技术为增长机会 并计划根据每款车型的客户需求 量身定制自动驾驶系统 在另一方面 日经亚洲还报道了中国未改善与欧洲的关系 放宽了关系 放宽了对德国农产品的进口控制 北京放宽了对德国猪肉苹果和部分牛肉产品的进口控制 此前今年早些时候 已对西班牙比利时和奥地利采取了类似措施 中国还承诺将从德国进口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即4月初对法国作出类似声明之后 这一举措是在美国对中国出口施加压力之际采取的 而在德国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巴伐利亚州政府宣布在公共节日 啤酒花园和慕尼黑啤酒街禁止吸食大麻 这个由保守派领导的州政府 一直公开反对部分合法化大麻 尽管德国在4月1日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了少量大麻的娱乐性使用 但巴伐利亚希望在指定的西安市和区域禁止吸食大麻 并禁止加热和蒸发大麻产品 这些报道揭示了全球范围内政策和市场趋势的动态变化 从华为在自动驾驶技术上的进步 到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采取的友好措施 再到德国内部对大麻消费政策的分歧 这些变化展示了技术进步 国际关系和社会政策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复杂交织 这些发展不仅影响着企业战略和国际贸易 也触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 随着全球各地政府和企业继续适应这些变化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将出现更多创新和调整 在英国政坛的风云变换中 前首相利兹特拉斯 利兹特拉斯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据美联社报道 特拉斯在他短暂的49天首相生涯后 毫不畏惧地站出来为自己的经济政策辩护 他将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归咎于所谓的深层国家 技术官僚 建制派 公务员以及英格兰银行等力量的阻挠 特拉斯在他的新书中 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些批评者 并且大胆提出联合国 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大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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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等观点 他的这一系列行动和言论 无疑为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形象增添了几分争议性 格拉斯辞职的直接导火索是他提出的含有450亿英镑 约合540亿美元 无资金支持的减税预算案 这一预算案一经公布便在金融市场引发了混乱 导致他不得不在2022年10月辞职 尽管他的首相生涯短暂 但他的政治主张和行动 无疑为英国乃至国际政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而在体育界历史上的4月17日 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在这一天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体育事件 1939年乔·路易斯州六月席拜杰克·罗托·扎克普普 成功未免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 1947年杰基·罗比逊·扎提·罗本斯通过触地球获得他的首个大联盟安打 1976年费城费城人队的麦克·施密特·麦克·史密特 麦克·史密特·麦克·史密特连续四场比赛 击出本雷达 1982年担服绝境队的亚历克斯 英格利十一 大兰克森尔什丹 伊塞尔的一首和基计 范德维替一番丢格为自1961年以来 第一个前场美人厂军得分20分的组合 2006年西德尼·克罗斯比斯尼·喀兹比 成为艾雷超历史上最年轻的达到单几100分的球员 这些体育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不仅展现了运动员们在各自领域内的卓越成就 也激励着后来者不断挑战自我 追求更高的荣誉 无论是在政治还是体育领域 人们总是能从中找到勇气和灵感 继续在各自的道路上前进 无谓挑战 勇往直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融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cker一份 看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和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正常地转到六度简报 正常地转到六度简报